日本作為觀光目的地 是從150 年前的明治時代開啟的序幕 你可知道在當時的西洋人眼中 日本是個什麼樣的國度 而日本人自己和外國人所看到的又有何不同呢 各位公友大家好我是公頭堅 如果要問大家為什麼喜歡去日本旅行 相信必定是非常熱門的題目 而且每個人都至少可以說出不少答案 的確這也是之前我曾經想過的影片主題 同時還看過我的朋友林士碧 在他的日本自助旅遊中讀者社群 也問過類似的問題 可以想見反應非常的熱烈 不過如果單純只是問問題 似乎就不符合本頻道希望增進大家知識的初衷 所以本集要特別介紹一本書 從閱讀和歷史的角度來探討日本觀光150年史 這本書的書名就叫《照見日本》 可以見到封面就包括我林士碧還有好朋友謝哲青 以及李清智老師的推薦 簡單的說這本書將讓讀者理解 日本作為熱門旅遊國家並不是現在才開始的 而我也特別取得出版社授權 將引用內文來介紹 內容非常紮實 而且有啟發性 你準備好了嗎 日本從明治時代開始就向全世界展現觀光魅力 難怪現在仍是許多人出國的首選 而我推薦過許多次的好朋友LINE旅遊 他不僅提供機票 住宿 團體旅遊 體驗票券 連日本購物眾多優惠券都一戰俱全 相信不少工友早已開始針對下半年進行旅遊規劃 特別是賞風季節更是必須提早規劃 透過LINE旅遊你可以輕鬆查找日本各地的訂房比價 包含畫面上看到的這一些訂房網站等等 住宿價格都能夠完整搜尋 尤其是目前日韓旅遊旺盛 有部分的平台對訂房回饋下修 而LINE旅遊不論是日常回饋或者是加碼活動 都沒有此項限制 而且還能夠比價 是省時省力又省錢的選擇 另外還包括查找機票 以及眾多知名旅行社的 關係賞風團體行程 都可以一戰式的在LINE旅遊上面搞定 而如果你近期已經準備要到日本旅遊 會需要 購物優惠券 只要點擊 錢包進入LINE旅遊選擇購物優惠券 就可以看到許多日本 購物必訪的多家商店優惠券 最高可以積省17%之外 Pic Camera只要登錄結賬收據 還可以再省0.5% 而公投一直在邀請大家加入的 邀請好友賺點活動 只剩半年倒數中 公友們不要忘記 在LINE旅遊進行首購 最高可以再拿100點LINE POINTS 成功邀請好友 並且好友也完成首購 就有機會在活動期間 再賺最高1000點的LINE POINTS 我的邀請碼也在畫面中顯示 快把握最後倒數機會 千萬不要錯過 日本人從幕府末年 一直到現在大約150年之間 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 那就是 外國觀看客來到日本 到底想看什麼 應該讓他們看見什麼 那這個問題的本質呢 其實就是 日本的魅力到底在哪裡 有什麼優點 是日本這個國家所獨有 那自己的魅力 自己往往難以體會 有一些外國觀客 會站在西洋的觀點 在心中建構起一套 幻想中的東洋文化 當發現現實和想像有落差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大失所望 另外還有一些人 則是對西洋的近代文明 抱持著批判的立場 因而對於文明未開的 古老日本文化 抱持一種憧憬 由此可知 從以前到現在 外國人想要看見的事物 跟日本人想要讓外國人 看見的事物一直有著落差 最近就有一部分的外國旅客 開始主張 想要體驗 並非招待的 日常日本文化跟生活 他們想看的 不是盛裝打扮的日本人 而是穿著日常休閒服裝的日本人 他們想吃的 不是壽司或者天婦羅 而是家庭料理 或者只有 韜客才知道的 B級料理 這意味著 日本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 也存在著獨特的魅力 例如東京澀谷站前的 全巷交叉路口 就讓外國人 感到相當的驚奇 他們沒有辦法相信 來自四面八方的 那麼多行人 怎麼能夠在如此 混亂的狀況下 各自順利通過路口 而過去的日本人 絕對沒有想到 這樣的路口 也可以成為觀光景點 靠著外國人的 口耳相傳 日本人才發現了 這個路口的魅力 這樣的例子 還有很多 這本書在 回顧歷史的過程中 一一介紹 像這樣對歷史的俯瞰 不僅有助於推測 仿日外國人的 今後動向 以及讓日本 自己也發現 日本的真正魅力 明治時期 外國人所定出的 日本旅遊地點排名 可以想見 東京高居第一名 京都是第二名 遙遙領先後面的城市 在明治維新之後 東京成為新的 帝國首都 但是街上 依然保留著 從江戶時代 流傳下來的 寺院 神社 古蹟 以及大量的 風俗文化 至於京都 更是保留了 相當濃厚的 古都風情 按理來說 京都應該有機會 超越東京才對 但或許是因為 當時 大多數的外國人 都住在東京 而京都呢 則是有很多地區 禁止非公務的 外國遊客 進入的關係 也由此可見 當西歐人 剛開始 認識日本的時候 最感興趣的 不是日本的 自然景觀 而是 歷史 跟文化 即使到現代的 米其林綠色指南 也有著相同的評價 帝遊人和日本人的 最明顯的差別之一 就在於 宗教是否融入於 日常生活之中 大多數的帝遊人 在日常生活中 會不斷地 祈禱 就算是在旅行的時候 也常常會去參觀教堂 而父母 可能會指著 牆上的壁畫 告訴幼小的孩子說 這是聖彼得 這是聖保羅 等等 相較之下 當時日本的宗教 並沒有完全的融入生活 大部分的人 只有在參加 商記儀式的時候 才會跟寺院扯上關係 庶民之間 和旅行有關的宗教行為 大概就只有一生 前往一次 伊士參拜 朝聖而已 然而 當時派駐在日本的 外交使節 例如 非常知名的英國公使館的書記官 薩道義 Ernest Mason Sato 就非常熱衷於 到日本各地去旅行 甚至他和另一位 霍斯共同編寫了 概念就有點像是 現代的旅行者 前往意大利的羅馬 或者佛羅倫斯 參觀每一座大教堂 欣賞裡面的宗教藝術品一樣 薩道義與霍斯 以西歐人旅行的概念 遊覽各地的宗教設施 然後寫下景點介紹 現代的日本遊客 包括我們 可能也會做類似的事情 但是江戶時代以前的日本人 並不會做這種事 可以說這樣的旅遊風氣 竟是從西洋人開始的 排名第三的 則是日光 相信許多人也去過 在薩道義等 西歐知識分子的眼裡 日光是一個相當特別的地點 它有著許多 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 寺院跟神社 其中最有名的 是祭祀 德川家康之靈的 東兆公 東兆公的建築物 有著各種 殉爛華麗的裝飾物 而內部的繪畫跟佛像 都足以讓外國人感到 東洋的神秘 由於薩道義本人 曾為德川慶喜 跟英國公使的對談 進行口譯 後來又親眼見證了 日本的政權 從幕府轉移到 明治新政府的過程 這些經驗 自然都讓薩道義 對於將軍家的歷史以及未來的發展大感興趣 附帶一提的 他後來甚至還寫了一本 日光的信仰 基本上是 神佛錫和 也就是將 神道跟佛教合而為一的宗教信仰 但是進入明治時代之後 政府下達了 神佛分離令 導致各地出現了 拆毀佛堂 或者 倒毀佛像的現象 可以說是日本佛教在長達 1300年的歷史當中 最動盪的時代 而薩道義等外國人 親眼目睹了那個過程 雖然當時社會上出現了一些 混亂的局面 但並沒有爆發 嚴重的宗教戰爭 薩道義等人應該都感到非常的驚訝 佛教跟神道 竟然可以 這麼容易就被分離開來 那如果想要理解日本人的宗教觀 佛教跟神道的未來發展 以及政權輪替對於宗教的影響 日光就可以說是 換句話說 日光不僅是一個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文化之地 同時也是一個非常適合觀察 當代宗教事件的話題之地 到了明治時代的後期 宗禪四湖畔 逐漸受到外國人的喜愛 成為夏季的避暑勝地 至於 日光在現代的米其林綠色指南中 獲得三顆星 而且擁有大量的說明頁面 那應該是因為 日光的二色一色 也就是 二荒三神色 東照宮 跟倫王寺 營造出了 非常濃厚的東洋氣息 而且獲得指定為世界遺產的關係 明治時代外國旅人推薦的第四名 是溫泉勝地 湘根 歐美人對日本獨特的溫泉文化 也很感興趣 因為 西歐的溫泉 大多 全溫較低 西歐人造反溫泉的目的 也多是療養 例如在固定的時間裡面 穿著泳裝入獄 或者是喝下定量的溫泉 以及娛樂 或者是在溫泉泳池裡面游泳 並不會像日本人一樣 經常到溫泉泡湯來消除疲勞 而明治日本旅行案內書中 就如此寫到 日本人基本上比其他國家的人 更喜歡入獄 外國人入獄大多使用冷水 但日本人入獄 就會使用 攝氏39-44度的高溫熱水 第一次體驗熱水入獄的歐美人 剛開始都會難以忍受 但是習慣了湯跟風呂之後 就會開始感覺 冬天入獄很舒服 就連夏天入獄也會覺得神清氣爽 從此就愛上了這個行為 此外 在書中也提到了一些 以熱水入獄時的注意事項 例如建議外國人不要在 39度以上的熱水裡面 浸泡超過5分鐘 以及為了避免入獄時 頭昏腦脹 建議在入獄前 先在頭上淋一些熱水 還有一離開獄池之後 最好立刻沖冷水等等 而這些 似乎也是現在必須注意的事項 溫泉這一段的作者 貝爾茲認為 草精溫泉不管是全職還是自然環境都是第一流的 也是在它的推廣之下 民生才在西洋傳開 而日本對於溫泉效用的了解 自古以來只是仰賴經驗 分析溫泉成分的做法 正是由歐美人帶進了日本 而由於鄉根的位置 就在江戶時代流傳下來的東海道附近 當時的外國旅客會從東京 搭乘馬車或者人力車到鄉根湯本 然後再以徒步或者是坐轎子的方式 登上山道 以這樣的方式 只要一天的時間 就能抵達 鹵之湖的湖畔 沿路上的主要旅店 在夏季能夠買得到 麵包 牛肉 以及牛奶 甚至還有專門為身材高大的外國人 準備的特大轎子 除此之外 書中也介紹了大勇谷 鄉根神社 還有剛廢除不久的鄉根關鎖 以及 鹵之湖的遊覽 鄰近的登山 以及富士山 眺望地 等等景點跟行程 還建議 旅客在沿途上 實際體驗當地的風俗習慣 例如 拿著火把 在舊義道的石板路上前進的行程 當時的日本人 恐怕做夢也想不到 這樣的體驗 能夠讓外國人感到有趣吧 然而在現代的 米其林綠色指南裡 鄉根地區只有一顆星 內容的介紹也只有四頁左右 重要性相對來說 低了很多 主要的理由 應該是在於 如今全國各地 已經有不少 設備齊全的溫泉景點 而且因為交通便捷的關係 要前往這些景點 已不再是難事 登山之父美裕的英國人 瓦特威士通 Walter Weston 還根據其成功攀登 南阿爾卑斯山脈 以及 飛陀山脈的經驗 提供了登山路線等等的資訊 威士通 著有日本 阿爾卑斯山的登山 跟探險一書 將日本的這些山峰 介紹給全世界 而他也因此而聲明打造 長野縣的上高地 原本只是一片相當平凡的深山野地 自從威士通 發現這個地區 是能夠仰望 北阿爾卑斯山群峰的 古地之後 世人才得知了他的魅力 上高地為了紀念威士通的發現 每年六月都會舉辦 威士通祭 而在明治十年左右 薩道義等等喜愛登山的英國人 經常攀登中部地區的山峰 他們會僱用當地的獵人 命其擔任向導 登上一座座高山 這對於當時的日本高知識分子來說 還是個相當陌生的活動 英國人只在自己的社群之中 分享這一方面的登山訊息 他們首次公開其登山成果 就是在1881年發行的 明治日本旅行案內的第一版 但由於這本書所使用的語言是英語 所以幾乎沒有日本人得知他們的登山活動 也沒有人知道登山的魅力 在當時日本人的心中 明峰是自古以來的信仰之山 只有修行者才會攀登這些信仰之山 一般人不管是庶民還是貴族 都不會做出登山這種行為 可以說是最晚傳入日本的西歐文化之一 而在這本書當中 記載著攀登富士山 比起攀登其他更加低矮的山 反而簡單的多 事實上這點即使到現代也是一樣 但是另一方面 世界上又很難找到 像富士山這種 山形如此美麗的高山 該書的富士登山章節花了整整八頁 介紹了攀登富士山的種種細節 歷史跟傳說 還分別介紹了從 虛走口 虛山口 春山口 吉田口 人穴口 等等登山口上山的路線 從治理行間就可以明顯感受到 當時的西歐人對於登山所抱持的熱情 以及他們所秉持的 自然科學的立場 例如關於日本 北阿爾卑士山脈的內容 更是將山上動物的棲息特徵描述的相當清楚 也提及了當地人的生活模式 可以看得出來 薩道義在攀登日本阿爾卑士山脈時所展現出的熱情 不僅改變了日本人對大自然的觀感 也造就了後來的眾多日本登山家 而如今富士山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更因福士會而讓世人熟知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回頭觀看我介紹 葛氏北斋的影片喔 其實召見日本這本書 從明治時期的觀光案內說起 一路講到當下的旅遊趨勢 中間還經歷了大政 昭和平成等年代 每個時代都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旅遊方式 真正是完整回顧日本觀光150年史 我目前只講到開頭了 有興趣的朋友 真的非常推薦可以買書來看 推廣閱讀的風氣 因為我也不確定這些觀光的歷史 會有多少人感興趣 所以僅僅只是節錄 如果大家還想繼續聽下去 都歡迎加一 當然也更歡迎大家分享自己 為什麼喜歡去日本旅遊的原因 或許統計下來 又可以另外再做成影片 來跟更多人分享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內容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鎖定更多 公投間觀點的 歷史 時事跟旅遊話題 我們 下次見